Dreams Dreams Ulease Relax 輕鬆聊歷史 那...這麼長的一段時間以來 常常有人會問我就是 為什麼國父是孫中山? 為什麼國父是孫文? 那其實回到那個時空環境跟背景來看 你說會打仗的其實不是孫文啊 會打仗的是皇心嘛 八子將軍皇心嘛 那口才最好的其實也不是孫文 是王精衛 那最有政治理想 號稱民國初年的政治天才是宋教仁 那為什麼最後當國父的是孫文? 這問題怎麼在出一段? 那其實我們這麼講 革命嘛 這所謂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嘛 打仗是要死人的嘛 那打仗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錢嘛 拿破仑講過嘛 我拿破仑打仗要言三個條件 第一錢、第二錢、第三還是錢嘛 康熙皇帝講過嘛 西北用兵打的不是兵馬 打的是錢糧啊 你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嘛 你軍隊還沒到現場 你牛草要生高啊 岳飛很能打仗嗎? 你餓他三個月看岳飛還能不能打? 那女真人金兵南下 岳飛爬起來 這樣會血糖低 喔大家講 血糖低 所以打仗最重要的就是錢 搞革命最重要還是錢 那就是資源的問題 所以誰負責找資源? 孫文負責找資源 當時孫文他是最會募款的 OK 所以你要打仗你比不贏黃心 政治領域比不贏宋敲偉 那當然啦 隨著當時的革命運動 如火如荼的展開 OK 大家都知道武昌起義嘛 而事實上武昌起義成功的時候 孫文其實不在中國 或者你要講不在大清立國也沒有關係 所以一個小小的武昌起義憑什麼撼動全中國 那當然這就牽扯到袁世凱的問題 所以袁世凱他是有機會當中華民國國父的喔 OK 而且他也是在那個當下最有實力當國父的 為什麼? 軍隊在我手上嘛 北洋軍我袁世凱一手提拔的 而且當時的總統也是找他當 其實在武昌起義那個時候 革命黨其實有跟袁世凱談好 就是老袁你回去逼小皇帝退位 小皇帝一旦退位之後 中華民國總統就給你當 所以袁世凱開心的騎著他自動車回到北京之後 那中間有一段空窗期 空窗期誰回來了 空窗期那個時候孫文就回來了 所以大家找孫文來當當時的臨時大總統 OK 孫文當總統也不錯啊 這個總統基本上是空殼的 我們現在所謂中華民國的根本大法 叫做中華民國憲法嘛 美國也有聯邦憲法嘛 但是 在民國初年的時候 中華民國的根本大法叫 臨時約法 而臨時約法呢 它裡面所制定的國家體制呢 採的是內閣制 什麼叫總統制 什麼叫內閣制 就是誰掌握行政權 總統掌握行政權 那就是總統制 OK 那什麼叫內閣制 國會最大黨的黨魁 來掌握行政權就叫內閣制 而事實上總統制比較好還是內閣制 內閣制是比總統制健康的 OK 全世界十四總統制的國家 大概只有一個國家沒有出過問題 叫做美國 那美國為什麼十四總統制可以不用出問題 是因為美國建國的先勝先賢先烈 華盛頓為美國人定下來的典範 華盛頓當完兩任總統之後 他退休 大家有問他當第三任 不會見 因為華盛頓曾經講過一段話 有個人寫信息給 寫信啊不是寫訊息 還傳LINE的寫訊息 有人寫信給他嘛 他的好朋友寫信給他 然後華盛頓說他看完這封信之後 他跟這個人不再是朋友 信裡面跟他講什麼 他說如果華盛頓不當總統的話 這個國家沒有希望 華盛頓講的 如果一個國家因為我一個人不當總統 就沒有希望的話 這個國家沒有未來 所以我喬治華盛頓在此宣布 我堅持總統的職務 OK 你有比華盛頓偉大嗎 人家砍倒櫻桃樹的呢 沒有啦 其實事實上華盛頓沒有砍倒櫻桃樹 因為有歷史學家跟地質學家去做過研究 華盛頓他們家那塊土地種不出櫻桃樹 OK 我們撇開這個不談 華盛頓他定下了典範 我民軍統帥耶 我打贏了大英帝國耶 我建立了美利堅合眾國耶 而且還從方連制改成聯邦制耶 OK 那我都只當兩任 你憑什麼當第三任 華盛頓定下來典範 所以以前美國憲法沒有規定總統連選的連任一屆喔 你可以無限連任也沒有關係喔 但是變成一個慣例 你不能超過華盛頓 那當然這也牽扯到那些人都是從英國移民過來的 他們的祖先都從英國移民過來的關係 那個叫習慣法 OK 就有慣例遵循那個慣例 像你在看一些有關以前香港的那些電影 只要演到法庭有沒有 什麼大英帝國叛例有沒有 就是有這個例子 有這個例子 OK 好那 華盛頓他只當兩任總統 但美國有沒有超過華盛頓呢 有 小羅斯福 因為那時候國家在戰爭的情況之下 所以小羅斯福好像連任到第四任 那在第四任當中他就年紀大掛掉了 所以很明顯的小羅斯福在他執政後期 出現了所謂的阿茲海默症 老人時代症 很多判斷其實是不對的 很多決策是錯誤的 例如亞爾達命約 所以後來才就是有規定 總統連選的人員只能當兩屆 OK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可以這麼說 內閣就是比總統治健康了 為什麼 當所謂的內閣總理做得不好的時候 你得下台 那才有辦法變成所謂的責任政治 你得下台 那如果下台 總統不能下台 總統下台 他的政權就沒了嘛 各部位不但要換人 連國營事業董事長都要換人 OK 所以我們才有坐鞋要刷鞋 不刷這句話嘛 那你縱使中華部 我硬要把你驚在那邊嘛 你一下來我的權利就沒了嘛 OK 好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OK 我們退回到 我們剛才在聊了 所以當時中華民國憲法走的是 內閣制 內閣制 你做得不好你換掉 我們一樣是國會最大黨嘛 政權一樣在我們的手上 OK 所以你看日本曾經短短的一段時間 裡面換了一堆所謂的總理 所謂他們叫日本首相 OK 那國家為什麼沒有出問題 因為就是內閣制 所以當時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他所制定的其實是內閣制 那當然啦我相信啦 當時 我們不能說明治已開嘛 所以為什麼強迫要制定內閣制 其實最大原因也是 防止袁世凱專權 OK 那問題來了 孫文他當了臨時大總統 發現內閣制王 內閣制你到底當總統幹嘛 橡皮圖章嗎 所以曾經 脅迫我這些國會議員 至於那個脅迫的細節 那各方說法紛紜啊 有一種說法就是請他的好戰友 八子將軍黃新帶兵 脅迫這些 所謂的當年的參議員 國會議員 把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從內閣制改成中閣制 結果改完之後 所以我們才知道 啊什麼 你們跟袁世凱談好了 再改回內閣制 OK 那當時咧 他們是要逼著袁世凱到 南京來就職 可是袁世凱不要嘛 因為袁世凱這個猛武 猛武一下山 虎落平衡就被犬欺嘛 所以袁世凱他的智慧也超越常人 尤其在全魔這一塊 他就找他的手下段祺瑞這些人 弘國章段祺瑞這些人 搞一個北京兵變 他說我不是不去就職啊 這北京動亂啊 我們必須得留在北京 OK好 Anyway不管 這一段歷史就這樣展開了 那孫文當然就把 總統大位讓位給了袁世凱 OK 那讓位給袁世凱之後咧 孫文他當時想當作為 就是為國家建設的大工程 要開多少鐵路 開多少公路 但是 很快的 因為當時我們剛才講過嘛 臨時約法他採用的是內閣制 那民國初年舉辦的第一次全國的參議員大選 而國民黨配合了其他的小黨 取得了國會過半的席次 來注意喔 這個國民黨 不是我們現在的國民黨 現在國民黨叫 中國國民黨 那個時代的叫做 國民黨 那他們遙奉孫中山為精神領袖 沒錯 但是 實際掌權的人 是宋教人 宋教人他是政治天才 手段極度靈活 所以開始串臨這些小黨 取得過半的席次 那也就是說 在民國二年選完之後 那 國家的所謂的執政權在誰手上 是在宋教人手上 不是在袁世凱手上 那袁世凱不爽 他當然不爽嘛 所以 派人在上海火車站 暗殺了宋教人 當然這一段有爭議 就是到底是不是 袁世凱殺的 因為呢 有個說法 也可能是孫文派人殺的 為什麼 因為孫文跟宋教人向來不合 而後來實際的掌權人 又變成宋教人 當然這個都是傳說 我也沒看過正式的檔案 那在民國二年上海火車站 刺殺了宋教人 宋教人被刺身亡之後 當時就有一件事情發生了 叫二次革命 孫文當時又跑去找他的老戰友 八子將軍黃新 要發動革命 那 黃新看著孫文跟他講 他說老孫啊 我們革命搞了幾十年啊 好不容易共和國已經建立了 人民要有口安樂飯吃 你一定要這樣搞嗎 所以當時二次革命 基本上黃新是沒有參與的 OK 黃新是沒有參與的 那二次革命嘛 你這些雜牌軍 當然打不贏袁世凱的正規軍 所以迅速被撲滅 那撲滅之後呢 孫文開啟了 所謂的流浪盜水的生活 他到處去流浪 OK 那在當時軍閥混戰的時代 有一個人我們就不得不提 叫做陳炯明 那我相信大概 六年級生 甚至六年級以下的這些 五年級生啊 四年級生 六年級生 甚至七年級生 你在看早期的歷史課本 都還會寫到 陳炯明判變 那事實上陳炯明判變 這件事情很值得討論 為什麼 如果以民國初年的軍閥來講 陳炯明那個真的是道德高尚啊 不焉不酒不賭不好女色 那為什麼陳炯明會判變 這件事情就跟孫文有關係 話說當時到民國初年那個時候 軍閥大混戰 那在軍閥大混戰的時候呢 其實孫文 你們發現大概 從民國二年以後 大概到民國八年 都沒有孫文的角色 除了搞了一次二次革命以外 為什麼 因為當時孫文他就 唉 講句難聽的 有如上家之犬 OK 那陳炯明當時呢 是一個廣東軍閥 那他治理的也非常好 那聲望非常的高 但是呢 陳炯明一直有個理想 什麼理想 中國沒有統不統一的問題 中國應該走的叫 聯省制制 有如像我們現在講的 所謂的邦聯制 不是聯邦喔 聯邦跟邦聯又不一樣囉 你要看什麼東西放在前面 聯就是中央政府 邦就是地方政府 所以聯放在前面 所謂的聯邦政府 就是中央政府權力比較大 OK 那邦聯政府呢 就是地方政府權力比較大 所以當時陳炯明想要走的是聯省自治 OK 那陳炯明自認為呢 他的思想體系 他的所謂的思想論述體制 他的這個程度不夠高 不夠高 所以他就想 他想到了誰 想到孫文 所以就請了孫文來 並且 將廣東的統治權 交給了孫文 欸 這個是上古之風啊 善讓啊 OK 那孫文拿到權力之後呢 他當時 當了大元帥 OK 他原本跟陳炯明也聊得好好 聯省自治好 我們把廣東治理好嘛 那近月遠來嘛 大家就會模仿我們嘛 然後中國 從此就是偉大富強安康嘛 OK 但是 孫文當了大元帥之後 他開始想要北伐 那不是聯省自治嗎 他突然開始想要北伐 而且逼著陳炯明跟他北伐 因為畢竟 這些軍隊還是陳炯明帶出來的 逼著陳炯明帶軍跟他北伐 陳炯明不要 他覺得就是聯省自治 我們把廣東治理好 老話一句 近月遠來嘛 大家就會學習我們 在雙方僵持不下之下 孫文非常生氣的 罷免了陳炯明 那陳炯明當時有沒有生氣 其實陳炯明也沒有生氣 他覺得如果你是對的好吧 那就讓你做 我裸退 而且何止是裸退 近乎裸奔啊 OK 但是 剛才有講過嘛 坐鞋要刷 跟鞋不刷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底下那些陳炯明當年帶出來的將軍 我們刀裡來湖裡去 好不容易打下這一片江山 這個鞋頭的 對不對 怎麼可以這樣拱手讓人 所以雙方就發生了一些衝突 那最後他們帶兵包圍廣州灣 其實他們是有告知孫文 他們不是偷襲 他們是有告知孫文的 我們要開炮囉 你趕快走 結果在那個情況之下 孫文不但不走 他反而要開炮回擊 那他要開炮回擊的時候 旁邊的人有跟他講 我們的炮擊距離不夠 打不到海上的軍艦 不要打 但是在孫文執意之下 他還是開炮啊 所以整個廣州沿海 形成一片火海 所以在這個時候陳炯明也傾心啊 不能讓他們這樣 所以他們也正式開炮還擊 而開炮還擊 這也是孫文一生當中 我覺得蠻大的一個挫折跟悲劇 因為那個時候孫文的老婆 宋慶玲已經懷孕了 當然啦 國父孫中山先生 他提過兩個字叫博愛 他也非常的博愛 他也非常的博愛 那一生這個 女伴無數 極度有魅力 那包括我們在一般看得到的 像盧慕尊啊 盧慕尊啊 他的原配盧慕尊啊 陳翠芬啊 日本的這個大岳勳啊 還有一個叫什麼村的 OK 那這些人都是跟孫文有記載的 有記載的 好 那當時宋慶玲其實是已經懷孕的 那在炮擊逃跑的過程當中流產 也就是他跟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愛的結晶 就這麼不見了 那當年的醫療技術又水平又不夠 所以有傳聞當時為了把宋慶玲的命給救回來 整個子宮摘除 所以國父孫中山跟宋慶玲他們兩個 一生沒有愛的結晶 但是國父還是有孩子的 畢竟女朋友多罵 有魅力嘛 OK 他生了最出名的有一男兩女 那男的就叫孫柯 孫柯曾經當過中華民國的立法院院長 在當時民國二十幾年的時候 的民法就是由孫柯來主導 而當時的民法 那個時代的角度來看 那個民法其實是進步的 是很進步的 在那個民法裡面 女生就擁有家產的繼承權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就有家產的繼承權 那孫柯在當時也被稱之為太子打 最出名的就是孫柯 那回到陳久明叛變這一段 所以在孫文遭受到炮擊之後離開 那離開之後孫文也開始在思考這個問題 就是痛定失痛 為什麼我搞了一輩子的革命都是失敗的 臨死前來告訴你嘛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人需努力嘛 和平奮鬥救中國嘛 為什麼他一輩子搞革命都失敗 最大原因在哪裡 他從來沒有真正擁有過屬於自己的武力 孫文最早搞革命 靠的是這些所謂的知識分子大學生 不對最早應該是靠黑道 鴻門 那後來靠這些知識分子 所謂的絕青 靠知識分子 那再後來他靠的是軍閥 也就是拉著軍閥打軍閥嘛 你要成功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陳九民叛變之後 孫文才痛定失痛 我要用我自己的武力 也才有後來的黃埔軍校 而且他也檢討過他的外交政策 所以才出現有聯俄融共 聯合蘇聯容許共產黨人 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 那這就不是很奇怪嗎 我們從小不就是要反共抗惡 殺豬拔毛嗎 怎麼會聯俄 其實孫文的思想跟共產主義 是有重疊的 也就是所謂的三民主義跟共產主義 其實有很多重疊 中文的三民主義裡面說 發達國家資本 截至私人資本嘛 那共產主義是只有國家資本 沒有私人資本 所以當年的蘇聯 其實是很願意給孫文 一定程度的協助 所以孫文當時跟蘇聯的關係 其實非常好的 他們還派了一個特使團 由岳飛帶團 穿岳喔 不是啦 那個的名字也是叫 他叫岳飛 所以曾經發表孫月宣言 就是 軍學一代 救人一命 不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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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呢 所以當時開始會有聯俄容共這件事情 那容許共產黨 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 其實也讓共產黨寄生在國民黨裡面 逐漸的壯大 那當然這個還有很多值得討論的 我們之後再講 那重點來了 回到很多人喜歡聊的就是 很多人說孫文是 那這個我以前常講過 其實 古代 在一百多年前 他們所謂成年的觀念 其實不是18歲 也不是16歲 而是第二性徵出現 也就是以女性來講 比如說隆起 好像不隆起 長毛了 或者是 月經來潮 出草出現了 那個叫成年 OK 所以說孫文 羅力控這件事情 基本上 我不認同 OK 那再來第二就是 為什麼他女友不斷 因為你要知道 搞革命的人一定要很有熱情 搞革命的人一定很有熱情 什麼時候要死不知道嘛 所以某一種程度上 他們對於自己的所謂的性這方面 相對是比較放縱 當然不是說這個 就一定是對的 也有那種很 潔身至愛的人 OK 但是孫文他是屬於比較放縱 那當然啦 所以我們說孫文的 羅力控啊 或者在性這方面的問題 我覺得 我不予置評 通常以 師的來講 我都會看他到底有沒有以公害師 或者是以師魔公 如果沒有 基本上我覺得 沒有什麼好評論的 我們追求的是大公大義的事情 而不是去爬古人的灰 OK 那當然啦 孫文他 為什麼那麼的有募款能力 那有一種說法就出現了 如果 我們當年讀大學的時候 喬身是有加分的 為什麼 因為孫文講過一句話就是 華僑為革命之母 他當時到處去募款 主要跟誰募款 他在大清帝國內部募款 很容易被抓走嘛 所以他都在哪裡募款 他都在海外募款 那他募款的方式 當然一定有一些 所謂的 愛國的知識分子會捐錢給他嘛 愛國的商人會捐錢給他 但是我們畢竟知道 商人無阻谷嘛 那你當然不能說他唯利是土 可是做生意 他本來就是將本求利 所以 曾經有人罵過孫文賣國 孫中山有個綽號 叫孫大炮 什麼叫孫大炮 就是 大炮有一種手法就是像煙火 哇 很漂亮 然後沒了 所以孫文在募款的時候 常常會 用利益交換 比如說 我來找誰募款 你捐多少錢給我 等我革命成功之後 廣西的開礦權就給你 等我革命成功之後 我雲南的開礦權就給你 我革命成功之後 哪裡鐵路的開發權就給你 那還有一個說法就是 孫文也曾經去找過美國一個商業大佬 募款過 要募多少 募4億美金 你給我4億美金 我革命成功之後 我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後來聽說那個商業大佬也沒有捐錢 也沒有捐錢 所以其實如果讓我縱觀孫文的一生 他有沒有只有當國父 有 因為他真的募了很多錢 但是他是不是應該是唯一的國父 或者是單一人選 那我們必須打個問號 最有資格當國父的其實是 袁世凱 因為真正推翻大清帝國的 其實是袁世凱 只是我們常常有一段話就是 袁世凱最可惜的是 他有機會當中國的華盛頓 但他選擇了當拿破崙 至於說幫孫文翻案 其實也沒有什麼翻覆翻案 其實我們今天反而是在幫陳炯明翻案 OK 那因為孫文的事蹟流傳甚廣 那很多東西以我這個粗淺的學問 我們必須承認他不可考 他不可考 很多是都市傳說 屢歷史屢類史 輕鬆聊歷史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跟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各位網路的觀眾朋友 時隔五年之後 屢捷的YouTube頻道又重啟了 那喜歡聊歷史的朋友 喜歡聊時事的朋友 喜歡聽屢捷聊天的朋友 歡迎按讚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 訂閱屢捷歷史正極天下 散播歡的散播愛 就好 讓我們見到 跟我們見到 我們到會兒 再見 再見 嗯 嗯